他挺高兴 我等会吧 我等人烧完纸啊 我问他啊 说这王家怎么走 没想到站着一听 这是哭王世成 他误会了 他以为这是王世成的媳妇 徐氏啊 所以说这会儿一问他 他才说 我叫石兰青 我跟你张国 我们是好朋友 哦 宋瓜 我一听跟我丈夫是好朋友 我一听不说过呀 挺乱 你等会 你跟谁是好朋友 我跟你丈夫是好朋友 我丈夫 不姓王啊 不是 你丈夫 不是 不姓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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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他烧纸 嗨 你 你不知道 寡妇心说这玩意怎么给他解释呢 也没法说 是我们俩不错啊 偷偷摸摸的 十两口子 没法说 那这个 我 哎呦 嫂子 你这是太难过了 你知道吗 你不能这样 啊 顾死的 还得顾活的呢 啊 不耗尽的 这个 虽然说他没有了 我们也得管你 啊 兄弟一场 这份交情是有的 马高邓短 家里缺个钱了 您尽管说话 哎 我还不认识家呢 我得认认门去 啊 走 咱们上家去 我一听 这越说越乱 逐渐的理清楚这个头绪 哦 知道了 说的这个 他拿我呀 当王世成的媳妇 有心解释 又一琢磨说不清楚 一听他说的意思 挺有钱 还愿意帮助一下 那上家上家吧 啊 家里也去过一万多人了 不在乎这一个 哦 哎 什么呢 你看你远路而来 啊 行了 咱们总管认识不认识 上家看个门去吧 哎哎哎 我上家看看去 孩子们都挺好的 听说有俩孩子 寡妇说 没有 没有 哦 这个家伙就挺谎性 他们就骗我 来去吧 进胡吐就是孙寡妇家 啊 进来进来进来 这儿进来了 往屋里坐 他把帽子一摘 孙寡妇借灯一瞧 呵 这人不赖 怎么呢 石栏青在乌户 也是有钱的人 啊 所以说头上戴着 身上穿着 看得出来 哦 这主有料啊 嗯 先说一天到晚 上我这来 除了地痞 就是流氓 最有钱的就是 王日成 还给冻死了 我勾的这么一位 也挺好 想这儿 这寡妇乐 您琢磨 大半夜不认识 赶往屋里招人 这也是女中豪杰 但是说的话 他可回手就把这礼物门就给掐上了 往这儿一坐 石栏青 借着灯一瞧 说 王世成这媳妇挺漂亮 挺好看 啊 哎呀 大嫂子 嗯 是成兄这没有 可难为你了 嗨 也不算什么 父子人家也习惯了 是是是 那你看他这也没有了 您这个日子 这不就是靠着大伙帮衬吗 李源外 王大叔 赵三哥 可以听这话说的不像父子人家说的话 怎么这么些人没有一个是家里亲戚 哎这个石成兄几时病故的呀 啊 问问 什么是死的 哎 你这一说又高兴 我这点儿臣烦来了 那天 他从这儿走 夜庭深了 回家之后啊 他就病了 他媳妇啊 四处给他到大夫治 后来您等会儿吧 我听着有点乱 他怎么从您这儿走 他回家 还他媳妇啊 他当然得回他家了 这儿呢 这儿我们是姐夫 哇 石岚清新说 这个邻里关系搞得太好了 哦 明白了 咋我听人说王尔成 不太干净 接风四邻竟有这个人 哦 这才恍然大悟 这个大嫂跟他俩人相好 哦 哦 那个 我作嘴啊 大嫂 那就说他跟您 不是 夫妻 不是 他们家还得过两趟街 啊 才是他们家呢 我不是 我 我丈夫姓孙 啊 人家管我叫 孙寡妇 孙怎么孙寡妇 头一个丈夫姓孙 哦 第二个姓孙 第六个姓孙 英国英雄 英国英雄 那这么说您是 宋大嫂子 哎哎 刚才您说我忘了 您怎么称呼 小弟石蓝青 哦 蓝青 哎呀 这个 认识您这就是有缘分 喝 给您倒完水喝 这说半天没沏水 沏茶 端了一眼 来 蓝青 蓝青 说错了 蓝 蓝青 蓝青 您喝碗茶 哎哎哎 这喝碗水 坐在这 一抬眼 一抬腹子 人家 这俩眼睛 屁了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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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来回乱咋 石蓝青也不是好鸟啊 你琢磨 当初王尔城逛鸡院 是他教会的 哪眼一打就知道 哦 哦 我明白了 这大嫂子 这是对我有益啊 哎 人生何处不相逢 哪住一天 不是一天 哪有这么两句诗啊 放出这么两句话来 大嫂 你看野神人静 孤男寡女 你我二人在一块 多有不便 倒不如 安歇了罢 喝 蓝青此言 甚何我义 俩们兄妹少 碰到一块 好 天不早了 咱别废话 咱们都成年人 他就这么不理解 是不是 石蓝青站起来 汤汤汤姐 靠脱衣上 瞬间一丝不挂 往炕上被窝一钻 啪啪啪 有人砸门 在听门口的骂街 开门 杨标又来了 哎呦喂 宋子早心说 这小子怎么这么准呢 嗯 我这一来人他就知道 而且这非得等这种 搓了一丝不挂了 准备窝 他在咱们 还准着喝完酒 骂着街来的 开门 不开门 我跟你杀了 那这回倒是不慌不忙 怎么呢 因为上回有过一回这事 也没理石蓝青这茬 这回头搬俩凳子逻辑框 起来起来 把这上去 那出走 哎 我 我 王尔城就这么走的 来吧来吧来吧 不是我这 你快走 带着刀呢 竟然你飞死了 不快 不是 你不是没丈夫吗 是我是没丈夫 这是臭流氓 你扰不起的 石蓝青是生意人呢 孤身在外 你得我跑吧 啊 这 顿被窝冲来 踩凳子 蹭蹭蹭 上了房子 啊 这把他的衣服卷起来 跪底下 这一塞 开门 杨镖进来 问半天 嗨 都躺下了 快进来吧 这进来 关事门 吹灯睡觉 房顶子上边 啊 石蓝青抱着肩板 哎呀 这是 在脚院一回王世成 啊 他上回据说 就是这样啊 那我怎么办呢 我别等着了 我跑吧 顺着房口 踩着人下来 蹬着后窗台 叫到地上 一丝不挂 啊 天没有这么冷 但是也受不了 也是急急缩缩 这儿垫着脚 到前面 开开门 上大街 就跑了 咋对过 又来俩更俘 上文书咱们讲过 啊 玩城跑的时候 碰俩打羹的 俩打羹正说鬼故事呢 从你过去 也是真叫 来这么一个 俩还说 这是胡仙 胡仙怎么这事 白胡 满城风雨 今天这俩打这边过来 还说呢 可能没有啊 那回咱们是 消错了 天天晚上 一休休不睡觉 跟鸡上打羹 可不就站着 说点笑话 剪个故事支撑什么 俩人这说着 又打对面 你不信行吗 你看 这比那颗看的还白净 不知道 白胡年年有没有今天都 俩人还胡说八道呢 往前溜的 出了几个差异 眼口的 晚上出了巡逻 奉大人的这个话呀 满出去看 看看到底有没有人知道 这个徐氏杀人的线索 张头带着一队人东西 里头带着一帮人西击 营面正好是张头过来 这俩打羹子正愣着呢 张三过来 哎干嘛呢你们啊 别施了羹啊 施了羹 就是别忘了 别施了羹 吃您的 张头 刚才我又瞧见胡仙了 好 不是白净啊 跑得挺快 撕一下过去了 瞧真正 哪这么些胡仙 都让你们碰见 我这真真的 这起眼瞧瞧瞧瞧的啊 没看明白 反正是像是个像是个人形似的 啊 人形啊 对 反正是可能是刚变好 还没变出医生来了 要不就是 因为这个胡仙他修了 他别瞎说八道了 快去干活去吧啊 俩更复走了 张三带着人往前溜达着 跟大伙说了 咱们人哪 散开点 捋着边走 因为这趟街是老街 两边这个都是住户人间啊 而且来说房子简陋 就一小门板 屋里真是大声说话 外边听得见 咱们哪 见着脚尖 慢慢走 顺着街往前溜达 看看两边有没有人说闲话 万一说了有用的呢 咱们就听听 开始吧 走 咱们捋着走 这个属于是大海刀针 你想啊 这玩意 哪说得准钱 你知道谁说哪句了 走吧 走着走着 有一个差人 突然站住了 拿着耳朵 找着门板那副 听 哦 哦 是是是是 乐 张三过来 说什么呢 说话呀 说什么呢 不是可乐 什么可乐 骂你呢 骂我呢 骂我呢 要咋 这差也 你看你看 你看 这一 怎么呢 张三的老丈人家 老丈人跟丈母娘跟我骂姑爷呢 啊 这个那不好吧 家不肠里不断 串闲话呗 往前走 这个字啊 这个字听见了吗 不许听啊 走走走走走 把人往前哄 他心里恨得好 老丈人半夜里 串闲话说我不好 不能骂街 都不能打架 老丈人 一低头 门口那放了一脏水桶 北方啊 这叫 干水烧 在里边 倒脏水啊 茶叶根啊 做饭的 下脚料啊 甚至家有小孩的 站着发尿啊 脏水桶 挺生气的 这张头 门口好几家邻居呢 第四五个来 都搁老丈人家门口 往前走 他也不吃茶 当然转天早上起来也很热闹 他老丈人门是 往里边拉的 往里拉完之后 他老丈人有一毛病 怎么呢 有钱的就尊敬啊 没钱的不尊敬 俩姑爷 大姑爷有钱 二姑爷是这张三 瞧不起二姑 大姑有钱 老给的钱呢 他自个儿也当回事 别着辣嘴 早上老是 仰着脸 高抬脚啊 从来没有低头看地的 所以老丈人早上 这一拉门啊 抬着脚 懂懂 哎呀 我扶着 早上起来的事 出街前人 大伙接着往前溜达 走来走去 又有一个差人 突然站住了 只愣耳朵听 听了一会儿 一回头 冲着张头摆手 那意思 您听到这个 张三台都先看了没劲 不认识 心说行 谁呀 采访小韩 韩起初 参加 听什么呢 两口子睡觉 混账 听着干嘛 不是 他不是睡觉 他两口睡觉 说天话 说什么了 未听清楚 听着 你不打 我不就听着了吗 这又听 听你耳朵 吐吐 干嘛呀 听着不好像 说徐氏的事 啊 是 坐坐坐 我听着 刚要往前走 又打那边 李四 带着一帮人家过来 怎么样 怎么样 听这 我说话 说是王氏成根 这个 徐氏 啊 我老听听 啊 我来 我来 张三往前来 知能儿子 听不见 哪 有一缝 他那门板一缝 您怕门缝 没有啊 李四过来 我来 我来 李四也踏着 听不清楚 那头一个 那拆着 怎么 听不清 这不吗 往前插 还有几位啊 也是能那种 听不见吗 说什么了 咱们一块吧 大伙都往前听 您琢磨呀 简易的房子 啊 这门也是小木头板 简简单单 有什么小插管插上 哪行都这一大帮 这好歹都是练过舞的呀 这怎么回事 这我 把门挤下去了 啊 一帮人全进屋了 小韩 两口子睡觉 啊 躺在炕上 聊闲天 正说闲话 呼一瞎了 两口吓唤 呀呜 进中关头 暂时一大帮人 还有地上摔着 都起来了 都站好了 双方都很尴尬 怎么呢 两口子睡半天觉 接着一帮 这都干嘛的呀 仔细一瞧 眼门口的 呦 心说不是歹人 是做官的人 可这些官差 算是干嘛来了呢 愣住了 不敢说话 张三李四 带这帮差人 觉得也挺难堪 你看我们都是 奉公说法 这出来办案来了 没想到人发现了 把人门都挤坏了 呼噜呼噜都进来了 站起来 说什么呢 拿手一指 你姓韩呐 我姓韩 学生名字 韩幸福 这女的呢 这是我媳妇 你姓什么呀 哎 公开 我姓蒋 我娘的姓蒋 这是谁啊 我丈夫 十两口子吗 是 三六正 正十两口子 大半夜坐着干嘛呀 不是你们都进来了吗 困不困哪 困 自教 金谷奇观 接眼前文 赏文书咱们讲到张三李四两位头 带着差人们寻夜 听见韩起福的屋里边说话 提到了徐氏 大伙都往前挤 把门挤掉了 胡拉臭全都进来了 人两口吓一跳 这一瞧是公开 才踏实点 几位头能干嘛呀 干嘛 你们还不睡觉 废话 你们要不进来呢 不是这个 你们刚才 说什么来着 我没说什么呀 不能 我们都听见了 哎呦 各位公开 你们可是眼口的工人 大半夜的跑着听老板声说话 你们这有点没溜 这个 从里头连各位都觉得臊头 哎呀 才是这样啊 并不是我们要听啊 是大老爷很好奇 想听这百姓的晚上说什么 那更不羡慌了 他这这我们这睡着觉呢 那得了 你们俩啊 起来吧 川医生跟不走 咱们见芝州大人 看看老爷有什么事 川医生吧 两口都穿好了 医生带着出来 赶奔芝州衙门 京的人都躺去了 你听说怎么着 有知情人 赶快花庭问案 来到花庭这 把两口都带进来 啊 进来挺害怕的 这是招谁惹谁了 我大老爷 您洗的澡 什么洗的澡啊 怎么回事 我们哪知道怎么回事 你们睡好好 跟我们逼来了 啊 这个怎么回事 说说 是我们俩人睡觉呢 来一帮公差 说您 让满处听床歌去 啊 您想了解一下 老百姓晚上都说什么 大人脸都糊 心说混账们 这都是这话吗 啊 我怎么这么没溜了 嗯 叫什么名字 我叫韩祺福 这是我 媳妇啊 娘就姓 蒋 蒋氏 蒋氏 是这样 咱们这 现出金出了一个案子 本周 我四处访查民情 我来问你 你们这儿 有一王氏城 虚氏夫妻 你们熟吗 哎哟 蒋氏乐了 哎 你要说别人不知道 说他们家 我非常熟悉 怎么呢 我母亲是他们家的媒人 哦 大人点点头 要这样的话 其中你是略知一二了 你讲一讲吧 嗯 大老爷 您想问什么呀 问听人言 王氏城死后 这徐氏不守妇道 与某次的僧人有染 这个事你听说过吗 我倒是没亲眼瞧见 那不过 也是听 姐夫们说的 好像是 他跟天奇妙的和尚 纳云 俩人怪不错的 哦 你怎么知道呢 那个 我妈说的 我妈没婆 她哪都去 她老人家 跟我们念叨的 哦 可是准确吗 哎呦 我的青天大老爷 这除了 不是我们秦远得见 应该就是真的 嗯 好吧 明天 你帮着本周 我做一件事情 行 行行行 那老爷您说 让我们干什么 啊 你这样 明天呢 老爷 我给你准备点 花 啊 你拿这个 出去卖去 啊 尤其是 走到徐氏家门口 你要来回多走几趟 啊 我 我卖给徐氏 嗯 你最好别让徐氏看见 你 认识他们家的女儿 金钉吗 哎 我认识 认识 知道那姑娘 好吃呢 嗯 你问问他 他弟弟 现在哪里 你看他怎么说 哎 行 行 大老爷 还干嘛 就是这个事 做到了 我有伤 哎呀 干真特别 哎呀 做到了再说 哎哎哎哎 说这话 天可就快亮了 猜人们出去 买了这么几盒 卷花 都弄好了 装在小篮子里边 啊 让这讲事 行了 去吧大嫂子 卖花去吧 哎哎哎 哈哈哈哈 那个 那我就去了 打这儿出来啊 屡屡行行 顺着街道就这么走 走来走去 就来在了王世成的家门口 啊 门口他也不吆喝 来回子溜达 亲说 这二人瞧瞧我 我不卖花 这是不是很怀疑 正想着呢 王家门一开 又打院里 这儿 金钉出来了 倒脏土 啊 孩子整这个脸子 没有表情 扔东西 讲事看见了 金钉 哎 那个 婶 哈哈哈哈 来来来 给你朵花带 不要 还来不孩子 得捣吃捣吃啊 哪个姑娘不捣吃的啊 这儿说着 摘着朵花 给带上 嗯 清孙的 哎 你谁 婶你现在卖花呢 啊 你得吃饭呢 是不是 真漂亮 嘿 啊 金钉 你哪起来好听 哈哈 我就后悔 你去你 别妈多会起那 起叫金钉 我叫个铁屁股也行 哈 哈哈 你听了什么话 哈哈 嗯 你妈呢 妈睡觉呢 哦 你弟弟呢 就是一句话 孩子的脸呱呱叫下来了 当时就愣了 怎么了 贵妮 你弟弟呢 我弟弟 眼泪就下来了 我弟弟死了 啊 你弟弟死了 我妈给杀了 说着话一无脸 转身就回去 咣当大门就关上了 蒋师跟着站着腿直哆嗦 虽然说想情博日 浑身上下 冷缩一团 杀了 亲娘 还有杀儿子的道理 就觉得腿里都发软 这扶着墙 慢慢慢慢的往回走 出了胡吹 撒腿就跑 跑回家呢 大人这还等着呢 散回来了 怎么样啊 哎呀呀 哎呀 老大人 你怎么了 老大人 可不行啊 您可不能这样 打出去 好啊 我哪样 不是 不能不管 那个谁 刚才我挑战金钉 金钉说呀 这个弟弟让他妈给杀了 大人点点头 听详细说一遍 哎 把刚才的事 全说了一遍 好 你先回去 随传随到 哎 蒋师擦眼泪下来了 跟丈母回家了 大人吩咐一声 来呀 差人们都叫来了 啊 张三里斯 分别带领了一队人 张三 你上千奇庙 去找纳云去 是 回来 你知道在哪呢 他不知道 直接奔大雄宝殿 供桌底下 一掏就有 大人真聪明 提前告诉 你就躲在这 哪儿别去 那不是为了他方便 是为了自己方便 张三点头答应 带着台人 奔千奇庙 喊李四 来呀 你带人上家 去把徐氏给我拿来 是 华森两头 先说张三 处理了支州衙门 赶奔天奇庙 啊 一来十多个人 迈步进山门 和尚迎出来了 我没托福 什么事 我开我 哎 怎么打人呢 直接往里走 进大殿 站在这一瞧 上面坐着老佛呀 这底下是一个供桌 桌上边铺着黄铃子的围蔓 这儿进来了 跟着进来好几个和尚 其他公差 其他 什么事呢 有话说话 你怎么打人的 刚才 哎 我问你们 纳云在哪呢 几和尚 你瞧我瞧你 没看见 嗯 早上起来 还瞧见 一会儿就没了 这人哪儿去了呢 我们不知道 您外边找着 没听说过 顶行观桥 一看这供桌 只抖了 供桌上面放着 拉台呀 香炉呀 跟这块 哗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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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拿手一指 瞧见吗 老佛爷贤生 何人不知道 没事 说问您那 什么呀 跑 太人过来 一聊这桌围子 一看底下 啊 这位 纳云 都哆嗦成一格 刚才听外边乱 就害怕 听声音一说话 和外边来了一帮公开 这心就到嗓子眼了 他这儿哆嗦 桌子也哆嗦 桌子上面东西也哆嗦 这儿一聊开了 给他交出来 阿弥陀佛 你托佛了你 锁上他 哗愣嘎嘣 锁上了 牵着望弯就走 一帮和人都围出来了 哎呀 顾前老爷 这是何故啊 谁能有谁 哇 全散了 拉出来 上大街 街上一街两乡 可都是人 都看 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可才 拉在了支州衙门 先压着班房 等人齐了神 李四带着人 来在了王家 到这儿一推门 门锁着了 开门 小姑娘金钉出来了 谁呀 这开门 门分左右 呼啦一些的 近来十多位公差 哟 你们照谁呀 李四瞧一瞧 小孩 你妈呢 我妈在屋睡觉了 呼 这娘们心正宽 孩子 你多救了 没事 啊 有一公差过来 把孩子给拨了边去 把这吓着 大伙呼啦操就进来 来到里边 我房一开脚 啪 把门拽开了 这个徐氏啊 早晨起来 他这会儿 罚的风 哎 跟床上 又靠了会儿 曾经一乱 心智不好 再想折 没有折了 公差们到跟前了 你是 虚实 啊 是我 怎么着 哭 还挺横 怎么着 案子犯了 锁上的 哗 啷 啷 啷 别练 打脖子上套上去 踢着咔嚓 锁上了 叫 各位 各位 你们这是要干嘛 闭嘴 什么干嘛 搜 说一声搜 这屋搜 那屋找 找来找去 找到厨房 那嘎篮 啊 这儿有一口油坛 蹬出来 去了盖 一看呢 一堆碎布 带着血气 这拿出来一文 哎呦 腥透扑鼻 底下是孩子的尸首 大蟹八块 于是 这怎么回事 啊 这是我们家腌的腊肉 你拿个东西 胡说八道 好 抬这坛子 拉着徐氏 带着小姑娘 大伙出来 赶奔支周牙 来自这儿 大人一听怎么着 人都齐了 来呀 声堂 咚咚咚 三寸鼓响 快撞到三班牙翼 两边宿利 京子人转平风入宿 这儿一拍桌子来 带人在 犹打底下 先把徐氏带上来了 哼 往堂上一走 撇着嘴啊 四六步 实在的风流 京子人一瞧心 说这个付道人家 不好惹 上子堂来 面不改色 心不跳 嘴撇着眼梢 来回看着 走着跟前一提罗群 小妇人 徐氏参见大姥爷 徐氏 在 知道 因为什么提你道案吗 小奴家不知 大人气的 还小奴家 你都老冤枝了 我来问你 你子观宝 现在何处 上他叫 叫叫那儿去了 好 那我来问你 犹团之中 所装何物 老爷 那是我们家 腌的腊肉 黄唐之中老爷 他跟着 一句句这么表 大人心说 我相信 你要说别的妇人 没有杀儿子心 这个人 干得出来 不错 再 唐爹等着呢 去 速将忧谈之内 死尸燕来 尸 武作 连手底小徒弟 带冰猜 下堂到底去 先铺上这么一块席子 把里边东西 一二一二拿出来 放那一倒 这武作一回头 一天太长了 整个尸首 大蟹八块 干花下 人脑子 连肉带腿脚 都在坛子里装着 望外道 你想 有烂的 有没烂的 心臭扑鼻啊 干得活的 这帮 跺着脚 骂鸡 这个辅导人家 太缺德了 检验吧 这儿查 拼死尸 都拼完了 上堂来回禀 金正大人 不错 我们找邻居啊 也看过了 确实是 王冠宝的死尸 啊 太刀也找着了 是大蟹八块 我说 徐氏 大人 迟到如今 你还有 何言可讲 哎呀 大老爷 我们哪知道下 我们冤枉啊 哎呀 带纳云 带着和尚 你说带纳云 徐氏的脸上 卷颜卷赛 啊 他也逮来了 一扭头 打底下 大铁链子 哗咧哗咧哗咧 把和尚牵上来了 就公差 照着后边 啪 一刀 跪去 哎哟 金正 纳云 参见 大人 纳云 出家之人 怎做如此 阅历 非法之事 功常之上 须之 头上 有青天 你还不从实 的 讲来 哎 大老爷 我招 怎么呢 这一抬头 认识 这不是大老爷 这是给我 册字的那先生 那甭问呢 人家早把我看透了 我还说什么 瞎话 我招 说了一声招 徐氏 这一回头 胆小如鼠的玩意儿 敢做不敢当 哎哟 我倒霉 倒你 神 望上口头 大老爷 我跟您说实话 那 如此正般 正般如此 不错 我是犯了色戒了 我跟他 我们两人通奸有染 单有一截 杀孩子这事儿 我不知道 他提过一回 我可告诉他 不能这么干 那 后来他怎么杀 怎么弄 这跟我没关系 我的青天大老爷 嗯 来呀 画共 份 拿过笔 拿过装置来 让他画共签字 这回过头来 就问徐氏 你有什么说的吗 哎 事已至此 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啊 既然这个冤家都说了 我也就招了吧 好 不错 是我干的 怎么招吧 大人一瞧我 哎呀 青猪蛇口 黄蜂尾上针 两班皆有可 罪狠 妇人心 点了点头 他的画共 拿过来 这号 让他画共 从开始到现在 这徐氏脸上 一直就是撇上大腿 根本就不在乎 哎呀 打入死囚牢 大人回到了后堂 夫人问 怎么样啊 今天有个杀人的那事儿 嗨 老大人叹口气 想不到的事情 这个事儿是真的 把事儿一说 夫人直作压花子 老天爷呀 世上怎么会有这么狠人呢 可说是呢 就是可惜那个闺女以后怎么办 这么小 啊 父亲死了 这母亲也被死了 弟弟被杀了 孩子日后怎么办呢 哎 大人两口子 也叹息了半天 回过头来 再说姑娘精病 躺上下来之后 站着牙齿口哭 说怎么办呢 以后自己怎么办 正哭着呢 旁边过了一老太太 谁呀 钱正林的夫人 闺女 快来 快来 啊 那个 我老头子 是你弟弟的老师 钱先生 哦 真的吗 哎 快来快来 老这闺女 可怜的儿 跟我先回家吧 啊 给我就是吃口热壶饭呢 把孩子带到家去 老两口子 哎呀 变着花儿的疼着孩子 怎么呢 得高看一眼 得弄饭 想吃什么弄什么 孩子吃不下去 晚上吃完了 这劝他吧 得开导他吧 日后日子还长呢 你还小 这劝他 姑娘哭了一大爆 最后问钱先生 我跟您商量点事 那个 我想 上监中 看看我妈去 行不行 哎 好吧 那你要愿意去 我带你去 虽然说 你娘 无有这母子之意 你倒是有这儿女情长 好孩子 明天吧 带你去吧 晚上老太太跟归女一屋睡了觉 转天早上起来 老头领着 敦衙门 也都认识了 啊 怎么老爷子 你又来了 啊 这是那个金定 那闺女 啊 知道知道知道 怎么 孩子想看看他妈 这 不太方便 他是死求老 以为 不方便也得方便 你手累吧 也就见这一回了 以后再想说话 难了 成 成 那我去 我说了 啊 咱们来 领着这爷俩 赶奔南间 到南间这儿 叫开了号 也都是熟人 什么事 那谁 那杀人的 那徐氏 在这儿呢 在这儿呢 啊 他那闺女来了 想看看他 死求能见 嗨 咱们都干这 都自个儿 有什么不能见 得了 这不 钱先生跟着了吗 啊 给个面子 行 小孩 你害怕吗 我不害怕 我见过妈 嘿 老头不能进来 等着 一会儿就出来 快快快 领着闺女进来 呦 监狱里边 阴森恐怖 鬼哭狼嚎 各种犯人 跟里边嗷哇烂叫 一直来的里边 天字敌号 死丘牢 啊 单独有这么一小间 地上扑都草 徐氏三大件 手肘脚料 拨索 骑的 啊 在草垫子上躺着呢 孩子到跟前拿手 一钻栏根 一看头 娘 喊了一声娘 徐氏是机灵灵 打一冷干支 一抬头 看见闺女了 眼泪也下来了 人心似铁 非似铁 观法如炉 是真如炉 费的好大的劲 这才起来 两步到跟前 抓着栏杆 看着闺女 这一宿脑子里 跟过电影似的 把这些年的事 全过了一遍 哎呀 我这是怎么了 我怎么就鬼迷心窍呢 嗯 我怎么能这么狠 杀了我的亲生儿子 我儿子没毛病啊 孩子错在哪呢 嗯 我这不成了千秋万世 人人唾骂的毒淫妇了吗 我对不起丈夫 我对不起儿子 我也对不起闺女 这孩子我就没怎么疼过她 这回我是活不了的 我得死 我死之后 这孩子怎么办 尤其是一个姑娘家 哎哟 人之将死 千也善 鸟之将亡 其名也哀 到这会儿 全想起来了 可这世上就没有卖后悔药的 正这会儿翻肠捣赌呢 听见姑娘叫自己 两步到了跟前 抓住栏杆看着闺女 说不出来话 眼泪哗哗的 老半天 娘对不起你呀 闺女也哭 娘 以往的事都不说了 啊 孩子我舍不得您 这是一句话 其实是撕心也非的哭 闺女闺女 舍不得又当如何 娘我该死啊 我不是个人哪 啊 但愿得为娘我一死 老天爷睁眼能护着你 让我儿找一个好人家 里边一个外边一个 娘俩是放生痛哭 没说几句话 进足就来了 闺女走啦走啦 她不能多待 拉着小孩往外走 她不干呢 跺着脚娘啊 离老远还听见徐氏 跟监坊里边哭 哭的是撕心也非 但是到如今 什么都没用 不久 上司公文可就下来了 啊 上司一跳 我的天爷 这事大吃了 得往上报 报到了北京 最后批回来了 这个纳云 虽然说没参与杀人 但是犯了色戒 况且这个事情影响太坏 斩立决 不等秋后 就是公文到了 就能杀 徐氏万寡灵食 而且 这位大人 荆之中 虽然说断案有功 但是大人自己上本 要求自降三级 为什么呢 过去在地方上啊 比如说出了不孝子了 出了逆子了 这有人呢 打着爸爸 只要一有忤逆不孝的地方官 都得把官入了 何况出了这么大的事啊 一亩沙子 亘古未闻 所以大人上本 我要求自降三级 批回来了 准许这样啊 京师周 断案有功 但是地方上如此 说明是你教化无能 不辞 官扁三级 把天气庙 丰庙 一再不许烧香 这一好日子 开刀杀人 这一天 南通州 大街小巷 这都是人的 过 拆人们压结两个人犯 来到法场 一个是和尚纳云 一个是这位 徐氏 俩人绑在这装 绝肢上绑好了 纳云这省事 咔咔一刀 把这脑袋切下来 算是死了 按律条下来 徐氏 刮了三百六十七刀 人也完了 噗 老百姓看着 一个个提心 道歉心情怒跳 为人待世 可要学好 天天万万的 不能做出 这犯法的事情来 经的人 想了又想 关于金定 最后出一好主意 把钱正林叫来 说这个 你有孩子吗 钱正林说 我有一个儿子 好极了 既然如此 把金定 取配你的儿子 让他 当你的儿媳妇 你愿意吗 老头说 我愿意 当初他弟弟死 我一直内疚 我呀 这全部这点爱 我都搁在儿媳妇身上 我好好的看着 那好极了 老王家的产业 也都归你掌管 但是 钱先生心术是非常的正 若干年后 这儿媳妇生俩孩子 大孙子 继承老王家香火 所有的财物 又归了人家 任祖归宗 南通州 所有人跑大 都说 钱先生是正人君子 这就是满清四大奇案之意 沙子豹 至此全部结束